嗨,我是雪月 今天来做一个酸菜鱼 怎么办,这个鱼怎么卖呀 这个鱼怎么卖呀 18块钱一斤啊 这个吧 18块钱一斤,两斤也才30多 饭店一大盘要100块 还是自己做划算 酸菜鱼一般用这种大黑鱼 先把鱼肉片下来 鱼头和鱼骨粘小快点 一会儿用来熬底汤 刀贴着鱼拍划两下 就能把骨刺也去掉了 现在片一下鱼片 鱼片不要片得太薄 太薄了容易碎 加点盐抓成绵液 再用清水冲洗干净 这样鱼腥味就会淡很多 烘干水分再来调个味 盐鸡精胡椒粉 拌一下入味 再加一个鸡蛋清 两勺生粉 一点点葱姜水 拌拌均匀 再拿出我最喜欢的酸菜 真的是米饭克星超级开胃 超级好吃 切好备用 起锅烧油 我建议大家用猪油做 大火把鱼虫和鱼虫精献 加入酸菜 姜片 小米辣 翻炒一下 再倒一会儿开水 鱼汤 睡一会儿变白 小火敷一会儿 这个酸菜的香味已经勾斗我咽口水了 加一点点盐和白醋调味 再加一把我爱的粉丝 嗯 鲜奶 把底料先捞出来 小火把鱼片倒进去 用筷子轻轻把鱼片抖开 鱼肉变色 就可以出锅了 不要煮的太老 撒上干辣椒 花椒 蒜末和葱花 搓上一把热油 香气只充脑门 不行了不行了 你们赶紧看一眼 我要开吃了 又滑又嫩好Q弹 又酸又辣 超下饭 你们快些试试吧